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喜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尿品、尿疾、其也多的习惯 以前这种情况普遍在老年人身上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有尿品、尿疾、其也多的习惯 长期以来特别影响睡眠质量 晚上失眠多梦,白天没有什么精神 腰膝酸软 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肾氧虚的表现 要通过温慎补肾来解决缓解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可以温慎补肾、孤身一经的食疗方法 这个食疗方法也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 很多人都喝了一段时间以后 尿品、尿剂、其也多的习惯都已经没有了 首先,我们准备10克左右的芡食 芡食属于睡脸科 芡食腥味肝品、无毒 它是一种补中益气、滋养强壮腺的食物 但是芡食的手脸镇静作用比脸子还要强 因此芡食作为药用更有独特的药效 芡食适用于小便次数多 芡仪、胰筋、虚弱、淋尿腰吸酸软等症状 我们把芡食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将芡食清洗干净 芡食所含的淀粉 可以为人体提供能量、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以补充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元素 芡食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用滤网浆的过滤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 我们再来准备20克的筋蜜 筋蜜味肝、性贫、能易脾胃 筋蜜米米糠中含有的纤维素分子 有助于胃肠的蠕动 对便秘症疮等疗效很好 筋蜜中的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含量比较多 多致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 保持人体气血运行 筋蜜味肝性品归皮为精 以筋蜜煮粥 可中和胃酸缓解胃痛 被誉为天下第一补人之物 筋蜜放含脂肪、钙磷铁 以及避煮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多时能减少高血压 降低胆固醇 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几率 还能预防糖尿病、脚气病 老年般等疾病 因筋蜜所供养的红细胞生命力强 能防止一些过敏性皮肤病的发生 我们把筋蜜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把它彻底地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用滤网过滤出来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三到五颗的红枣 先用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铁元素 红枣不仅滞生的营养丰富 红枣具有保肝、健脾、降低胆固醇 增高血球白、抗过敏等作用 红枣中含有酸类化学成分 这种成分可以抑制肝炎病毒的活性 红枣价格低廉 也是我们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滋补品 而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 合理食用的话 还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 红枣可以用来澳洲、煲汤、泡水喝 可以给人体补充气血 女性朋友建议每天吃三到五颗红枣 对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 洗干净的红枣我们把枣盒去掉 然后把骨肉切成小颗粒状 骨盒在煲汤的时候最好去掉 因为它特别容易上火 先把红枣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准备几个芋头 把皮削干净 芋头具有异味宽敞、通便、解毒 补充益气、异肝肾、消肿止痛 异味健脾、散截调节中和化坛 甜筋、浴水等功效 临床用于治疗肿块、咳痰、便秘、肾虚等临床症状 因为它含有抗体免粒蛋白质 可以提高身体免粒 而且具有解毒的功效 对于身体出现的痔疮、肿瘤 以及癌变肿瘤 都有良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 可以作为肿瘤患者的药膳处时 另外,芋头它能够促进身体细胞代谢 有促进减肥的作用 它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胶体 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 芋头还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防止便秘的发生 老年朋友经常便秘的话 可以多吃一些芋头 去皮后的芋头 给它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放 喜欢吃浓稠的就少放一点 喜欢吃稀的就可以多加一点 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把火调到最小 用小火煮上20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并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里面的粥已经变得比较浓稠了 而且食材也比较软烂 像这样 我们这道粥就煮好了 我们先把它盛入碗中 这道粥里面加入了红枣 吃起来味道是微甜的 就不需要另外的加糖 加调料了 芋头吃起来是软软糯糯 丝滑特别的好吃 这道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早餐 代替早餐来使用 长期喝不仅可以滋阴不慎 还可以健脾养胃 美容养颜 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这道粥里面的芋头和芡食 都有非常好的顾身一斤的作用 所以经常夜尿品多尿急 晚上睡不安稳胜虚 这类人群可以多做这道粥来喝 这道粥它也特别适合三高人群使用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的朋友也可以多煮这道粥来喝 但是提醒一下 如果有高血糖的朋友就可以不用放红枣 如果有便秘 大小便不利的朋友 或者是产后的妇女儿童 都不宜使用这道粥 一般尿品尿急其也多的朋友 坚持喝上几次 这种情况就会得到缓解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